歡迎光臨來聊天的影片 這期影片我們要來聊聊 我是如何在5分鐘內得到1Rubux 又失去1Rubux的 正如影片的標題 那麼直接開始吧 那相信各位都知道 在玩Rubux的交易的時候 你都要特別小心 不管是在遊戲裡面的交易 或是Rubux本身的交易 而最近呢我收到了一個交易 也不是最近 昨天的事情而已 這個交易是這個樣子 我要給他這一個帽子 只要9000價值 待會給我這一個很扯的皇冠 要55000價值 光是這樣就夠扯了 他還給我兩個小東西 我當下看到這個 我相信如果是一般人 看到這個都直接按下接手了 對吧 那按下接手我就發現 有一點不對勁 所以呢我就到了他的主頁 去加了他好友 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沒想到 不到5分鐘 這一個傳來了 他傳給我了 要我還他這些東西 那我當下呢 做了5秒的判斷 我就按下Accept了 我還他的這些東西 這時候 其實事後想一想 我如果沒有按下Accept 也不是我的問題 所以有些人會罵我87 我覺得是正常的事情啦 那我人也是 對 確實是蠻好的 因為 我並沒有去詐騙他的東西 而是他自己的失誤 甚至是在他傳出這個交易請求 過了20分鐘我才看到 他自己都沒有去察覺到 所以 如果我當下沒有還他的話 也沒有人能夠去罵我對吧 但是我還是還他了 因為我去站在他的角度想 為什麼 我去站在他的角度想 如果今天換作是我 失去了這麼多東西 到底會怎麼樣呢 可能 就很爆氣吧 很難過 所以 我就把這些東西都給還他 那如果是你 你會還給他嗎 我是 不是很確定啦 反正事後想 也有一點後悔阿 事後想確實會有一點後悔阿 那這邊 不是要來跟大家炫耀什麼 我很好心什麼的 我是要來跟大家說阿 不管你是在哪裡做交易的話 你都要特別的小心 去檢查你所做出的任何交易 送出的所有請求 你是不是有點錯的可能 他們是不是有要詐騙你的可能 尤其是所謂的double trade 各位一定要特別小心 那這部影片就是跟大家說一下這個故事阿 那最近Rublox的新聞也沒什麼 就只有Doors更新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進入 掰掰 到今天 某 resell 的 往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